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它长期摄入了一些痛风帮凶的食物 一 尿酸升高时 身体会发出无警报 若能及时察觉 远离痛风 一 关节肿痛 体内的尿酸会通过血液传送到身体各个部位 如果尿酸过高的话 就会在血液中形成尿酸结晶 然后沉淀在血液当中 当血液流向身体每个关节的时候 这些结晶也会流向关节部位 很容易造成关节部位的疼痛 引发急性关节炎的发生 严重时 甚至会造成关节肿大以及变形 从而出现痛风 二 血压异常 尿酸偏高的朋友可能会出现血压异常 主要是因为高尿酸水平的存在 会导致血管收缩 出现问题 也有可能会导致血管的舒张功能出现问题 因此就有可能会出现血压偏高或偏低等异常现象 三 尿液发黄 一般来说 尿酸过高的人 其所排出的尿液相较正常尿液会明显偏黄 而且这种偏黄色的尿液 与人体清晨第一次所排出的偏黄的尿液 是有所不同的 这种尿液偏黄的状态是会长期存在的 因此当发现自身所排出的尿液颜色 长时间偏身时应及时就医 并且进行相关检查 以免延误病情 四 口腔干燥 在睡觉的过程中 感觉到口腔干燥感明显 不排除是尿酸浓度过高引起 持续的高尿酸会对口腔造成刺激 因为身体的尿酸炎 需要通过尿液排泄的方式排出体外 很多人在持续尿酸浓度过高的情况下 没有重视 口腔受到刺激会产生干燥感 需要通过水分的获取来促进尿酸排泄 尿酸顺利排泄出体外 口腔的干燥表现才会减轻 可见 睡觉过程中有这种异样说明 尿酸浓度升高了 5. 水肿 由于尿酸水平增高会影响肾功能 肾脏的代谢能力降低 尿液不再容易排出 在膀胱内堆积后 经过肾脏的重吸收作用 会进入到组织液中 改变组织液中的渗透压 使细胞膨胀 引起人体出现水肿 特别是下肢和眼瞼周围的水肿较为明显 2. 41岁男子尿酸730 并发尿毒症离世 来自泉州的王某 今年才41岁 关节痛的毛病已经跟随他20多年了 这次三天 抬尿量减少到无尿 肢体肿砸 剧痛 他才意识到不对劲 到医院就诊 医生检查时 惊讶地发现 王某的双手明显肿胀变形 手背手指不满 大大小小的痛风节节 经过检验 病人血脊肝高达710英朗 血甲6.8毫米尔每升 肾功能明显损害 随时都可能心脏骤停 医生立即安排手术进行抢救 但经抢救无效 王某去世了 看着悲痛不已的家属 医生叹了口气 三 医生提醒 这四种食物是痛风帮凶 一 香菇 生活中若不想患上尿酸升高的情况 一定要注意减少这种香菇的摄入 虽然说香菇非常的美味 而且具有一定的滋补价值 但是香菇中的飘令物质是严重超标的 一次性摄入过多的话 就会导致尿酸居高不下 诱发痛风的情况 产生对身体不利 所以像这种香菇也是尽早撤下饭桌 二 菠菜 菠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 含有铁 钙 维生素等多种微量元素 对于一般人来说 是一种很好的补血补钙的食物 但是对于痛风患者来说 菠菜却是一种禁忌 因为菠菜中含有较高的飘令 每100克菠菜中的飘令含量 约为57毫克 是所有蔬菜中最高的 飘令在人体内会转化为尿酸 如果尿酸超过了肾脏的排泄能力 就会在血液中积累 引起痛风发作 因此 痛风患者应该尽量避免吃菠菜 或者只吃少量 并且要多喝水 促进尿酸的排出 三 蚕豆 蚕豆所含的营养物质 是非常丰富的 食用吸收之后 可以帮助人体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许多人都喜欢用它做下韭菜 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 第六版第二册 数据显示 蚕豆票令含量达307毫克中含有100克 黄豆、黑豆、绿豆的含量也超过150mg100g 第四、芦笋 不少人喜欢吃芦笋 但芦笋票令含量很高 平均每100克的芦笋 间中有近500毫克的票令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主管营养师夏文隆建议 食用芦笋前 可以先将其焯水 既可以去除草酸 又能减少票令 四、这几种食材堪称天然的酱酸王、尿酸较高的人 建议适量食用 一、冬瓜 很多人都了解冬瓜有优良的排尿消肿 消暑去湿气的功效 同时还具有降低尿酸的功效 这个功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有利排尿功效可使人体排尿通畅 进而帮助身体过多的血尿酸随尿液排出来身体之外 大幅度降低风湿病产生的概率 二、蒲公英 蒲公英在中医上被称为百草之王 它的药用价值非常大 中医上认为蒲公英具有清热解毒 消炎杀菌 降酸利尿 降血压 降血脂等作用 尿酸高人群在生活中可以适当地用蒲公英泡茶来饮用 适当地饮用蒲公英茶 可以帮助人们将身体内含量比较高的尿酸排出去 起到稳定尿酸的作用 另外 高血压人群 高血脂人群 上火人群等 在生活中都可以适当地饮用蒲公英茶 三、苦瓜 苦瓜 因苦得名 其票令含量极低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 维生素C 铁 钙等多种元素 最适以夏季清暑去热 李时珍曾言 苦瓜具有除邪热 解劳乏 清新明目 意气壮扬功效 同时 苦瓜还具有利尿的作用 经常吃苦瓜能够促进排尿 从而降低尿酸水平 同样的原理 痛风患者还可以吃西瓜 黄瓜 芹菜等 这些食物都具有利尿的作用 四、菊具 菊具特别像我们平时吃的娃娃菜 但是这个菊具跟我们平时的娃娃菜并不一样 具有较高的药食两用价值 清热解毒 利尿消肿 减脾胃等作用 菊具根是利尿分解尿酸的主要物质 很多尿酸高痛风的朋友 都喜欢用菊具来利尿降尿酸 缓解痛风 所以菊具被称为天然酱酸王 经常吃一点 更有助加速尿酸排泄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